哈喽 各位朋友 感谢你 看满人物的订阅户数 即将突破十万了 请你赶快按下 右上角的订阅 而且开启小铃铛 让更多看满人物的人生 进入你的脑海 心中也丰富 趣味你的生活 我常常到处去旅行 这种是被接待之后 被照顾之后的 那种感谢跟感激 发现寻找在台湾非常难做 我试到最后是 中部的这个地方 非常适合 直到美衣庁に来 まるで美衣病にかかったようです 哈喽 欢迎来到淮漫北海道 请进 请进 北海道四季非常漂亮 可是它冬天有一个月的雪季 淡光季很难经营 设计是一种解决 台湾价值被低估的方法 不只是旅行自己拍照 而是能够走心 真正的城乡差距 其实不是距离 而是大家心的观念 首先盐巴 第二个加一点 第三个现在的百里香 我们就会变成一个 小型的Kitchen Garden 经过了20年 我们还有那个梦想 台湾很漂亮 我们都希望有一天 台湾变成是一个 生活者的大国 生活者的天堂 在我身边的地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品牌跨越了20年 进入了第21年 而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薰衣草森林总品牌下面已经发展出8个品牌 也可以说它所有的品牌依旧是环绕着台中新社 这一片薰衣草森林作为它们共同的发动引擎 在这20年来它在台湾定义了旅宿的慢活 提出了生活态度 不同的生活提案 而且也把台湾专门的旅宿经验带到国际市场 在今天我们就要看看它这20年跨度到未来 无数个20年真正成功的新法 待会我们就要一起来看看 会从森林里面走出来的王城隍董事长 哈喽 董事长 欢迎我们今天看板人物 王城隍董事长 哈喽 主持人 你好 大家来以后这油灯还真的管用 哈 很有复古风情 我们录影的时候 其实连着几个连续假期这边都 住房都还满满的 可是20年来您只保持多少房间 以薰衣草森林 我们的树大概只有10个房间 我们这10个房间 20来个客人就可以独享整座森林 真的耶 还没开发的面积比例有多少 65%的面积我们都种了树 没有开发 所以大家来薰衣草森林 只看到我们大概30%到40%的面积 我刚做这个 这个是我很喜欢薰衣草森林里面的一个点 有一年我们一起去日本山梨县的 一个叫清理的地方旅行 那个是日本等于说泡沫经济时期 蓬勃发展的一个欧峰小村 那泡沫经济结束之后就没落了 可是还有一些人坚持在那边 继续努力着经营一个叫蒙木之深的一个园区 那有一年我们真的就看到森林里面的旋转木马 那我灵机一动就想说能不能引进回来 给大人来做做 这个旋转木马它在森林里面 保持10年在维修上有哪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这个维修没有太大的问题 除了一些电路板灯光会坏掉之外 我想谈的倒是身体里面 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树花草 它其实都有生命都需要去维护它 这个反而花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心血 尤其是在刚刚过去的那两年疫情年里面 即使真的是没有半个游客 有这么长的时间将近三个月 我们整个园区大概三十多位正值的伙伴 那园医的话大概四位左右 哇 这四个人好厉害 对 蛮辛苦的 其实除了要有专业知识 那又需要对植物有感情 又要熟悉什么季节 什么花最吸引人 我觉得在山上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气候 气候就是每年的比如说梅雨季节的时候 只要连续下三天五天的雨 很多地方都长满了青苔 所以客人来到 在安全上会很有问题 会有问题 客人来看到感觉我们都很干净很明亮 或是维持得很好 其实背后是非常多伙伴的心血 我都要过得很匆忙 才能够让我们的客人感受到缓慢 难得放下忙碌工作 石玉草森林董事长王春煌 带着一群好友来到花莲 自家经营的缓慢石梯屏 十多年前还在施工时意外看见 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异国风情建筑 可是让王春煌一见就钟情 过了两年的时候 我就接到一封E-mail 就说他们的企业招待所 想要找人来合作经营 然后附上的照片就是这一栋 我瞬间是头皮发麻 因为荀芋草森林的成功经验 这二十年来不少人上门寻求合作 最远处还有个规模较小的民宿 实体湾118灰色的水泥外观建筑 矗立在海边的田野洲 是建筑师陈冠华的得意之作 那他觉得我们不应该去盖 装可爱的地中海的建筑 其实应该要盖出一个像男子汉一样 就站立在花东海岸面对着大海 王春煌认为与其重新盖一座民宿 不如透过挑选来寻找气质相符的民宿 室内设计不能太缤纷 那我们最喜欢的就是白色咖啡色灰色 就是让视觉低调下来 我们才能够真的缓慢 怀抱着深深爱着台湾之美的心 王春煌其实更想传达给身边的人 我昨天有讲那个长冰跟风冰的笑话吗 喜欢旅游的他也很会用这个专场交朋友 这趟台十一线花东之旅 就在花莲的风冰箱和台东的长冰箱 如同西部人的天涯海角 他懂完 太太懂吃 夫妻俩就是朋友圈中的人气王 他的眼光跟他很能谈 Sophia他太太 他常常叫他就是舒菲亚 他也很能谈 所以我们就变成一见如故 他生活很精彩 他每一个都说这个跟我很熟 这个跟我很熟 这两年其实我就带着他们越走范围越小 然后希望他们真正喜欢台湾 走进仁丁已经流失大半的丰富部落 除了游客几乎不太见到当地居民 这趟生探导览历时四小时 从部落走进山林 爬着山听各种植物的故事 到山顶最重要的烤咖啡 让众人体会平时唾手可得的一杯咖啡 本来不易 整个收成 王春宏一马当先 是众人最快烘烤咖啡豆的人 结果喝一杯咖啡 所以手都酸了 完全印证 不经一番寒撤苦 淹得咖啡铺鼻香 回到工作行列 王春宏的日常包围着花香 这边就可以当王美 很清新的玛格丽特 这天下着小雨 王春宏和事业处处长张艺洋 来到熊玉草森林的尖石店 特别到园区看花 其实是他的工作之一 我身兼公司的园艺组的组长 对 跟着我的副组长 哪边哪个时候要种花 要种什么花 这某个程度是我个人的兴趣 久了之后就有 一点点的小专业 王春宏贵为董事长 基本上已不直接插手管理工作 当公司园艺主管清皇不接时 他主动揽下责任 只是老板爱花草 员工却不见得懂 隔行如隔山 学就对了 大哥 不瞒您说 我只认识熊草 其他我也不懂 他说你不用担心 我只要告诉你什么 那你就去买什么 张艺洋都叫王春宏大哥 因为王春宏是创办人 林亭妃的表哥 进公司后 跟着叫大哥就对了 他能够容错 他也很愿意给机会 我们下面的伙伴 就有很多 可以去展现他们舞台的机会 你这里还是要装个扶手 看花的同时 触眼所及的园区设施 也要一一交代与讨论 还有乳酪蛋糕 换了贵三倍的鲜奶油 也是王春宏的要求 如果没有超出你设定的标准 你就用好一点的吧 赚得也比较少 少赚一点点 经营企业当然得赚钱 要坚持对得起自己的价值观 却又经常相抵触 这也显现在旗下的婚宴品牌 行之方婷 从不卖于是开始 那个时候真的被打枪的 打得很严重 我如何采购 我如何厚料 陪他们烦恼 找好的主管来骂人 陪他们哭 细数一路以来的辛苦 从不了解到经营出口碑 位在大坑风景区内的新之方亭 最初也是地主卫丹企业 希望熊玉草森林团队 再开一家分店 王春宏的浪漫情怀 希望把当初客人想到 山里结婚的心情幻化成真 我们就真的照着我们的理想 有大片绿地 而不是只是把建筑盖满 然后要有一座 无宗教性质的礼堂 然后也可以做室内 可以做户外婚礼 随着这几年户外婚礼的流行 年轻人也能接受婚宴 不吃鱼翅的观念 这些难关都撑过去了 时代再变 老板也会成长 王春宏过去的骂人风格 也改变了 他其实讲了一句话 怎么会这样子 其实那句话 对我心里面就已经 你要不要先这个 骂个几句让我听一听 我搞不好会比较舒服一点点 我感觉他是很辛苦 但是他对人工大部分都很照顾 他比较青年一点 自己人工厨比较熟 带人要算人多 王爸王妈也是薰衣草的 创始店员之一 除了最初提供土地 给新社的薰衣草森林 也负责照顾园区内的花花草草 看得出来王春宏的花草基因 其来有自 梁老就住在新社的薰衣草森林圆区里 和员工们就像家人一样相处 这种公司里如家庭的气氛 也随着时间开枝散叶 这里是新竹恒山乡 距离薰衣草森林的尖石店 大约半小时车程 王春宏来到尖石巡店时 偶尔会来看看老朋友Peter 后来森林他们没有要 经营的空间 所以我想说不然我们自己来做这样 其实你那时候没有开口 我以为你要做我就不敢做 没有 庄卡永天身患有软骨不全症 身高停留在130公分 八年前还在青大念研究所时 曾到薰衣草森林实习受到启发 决定把漫画家刘信青的母校 已经废弃的风箱国小 改建为休闲游戚园区 那我上次也有问嘛 说你这边活得好不好 他说其实相当不错 真的好 这样听得很欣慰 欣慰啊欣慰啊 对年轻人的疼惜之心 从简单的关心就能看得出来 王春宏一直记得做喜欢的事 让喜欢的事有价值 对土地的爱护 对伙伴的照顾 逐一实践就是最大的理想 也是20年薰衣草森带给它 不同于这个世界的高度 这个地方有点仪式性 这个有点净身 把手洗干净很虔诚的意思 叫花手水色 那这里面的绣球花 就是园子里面的绣球花 其实是我爸爸这几年很辛苦种出来的 他现在高龄多少 过了年83岁 那每天还可以就是这样走走走 然后做这些他喜欢的花艺啊 一点点 对他喜欢种树种花 因为他从小就是一个农夫 做了六七十年的农夫 他对这种农作物啊 种植啊 什么时节 会应该要怎么施肥怎么除草 他其实都不需要笔记 对 浑然天成 我刚刚走过来第一眼的感觉 觉得这里很像以前去日本 看到他们的一些小的木屋 因为日本有些地方阳风很重 对 那让我就想到说 现在在北海道的缓慢怎么样 有十年齁 十二年了 你那个时候把台湾的民宿 会搬到比我们更发达的日本 对 应该很多人 没有想到他会走到十二年吧 北海道四季非常漂亮 然后有一点生活的那种气息在 所以我就觉得要在那边经营民宿 可是还是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尤其我们是在美英那个地方 为什么呢 美英被日本称为全日本最美丽的村庄 那四季都非常漂亮 可是它冬天有五个月的雪季 从十一月到第二年的四月 就是冰封的季节 那所以我们就遇到 第一个淡旺季很难经营 夏天的时候客人太多 应接不暇 那冬天长达五个月 其实我们那边没有滑雪场 没有温泉的时候 真正的客人其实不多 日本客人也很少 因为他们家门口就有雪景 我们在前年其实还有国旅爆发 日本的2020是真的不行 2021也一直不行到十一月多 开开关关 对 所以北海道也挺过来了 蛮辛苦的 对 还是还在还活着 还活着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吗 好 我带你到北海道看一下 好想去 对 就是大概就是现在 天哪 为什么它感觉左邻 没有左邻又是 它是号称全美英最漂亮的民宿 我们的民宿 很美 对 我光看一眼就知道 员工掉不起 这是我们的 我们一起看看 很慢北海道吧 走 现在 北海道の気温は-14度 都是 欧彦和藤都市 安能 小匹 看看 彼らはロマンを求める病気にかかり 治すために比叡町に来ます まるで比叡病にかかったようです Hello 欢迎来到淮曼北海道 请进 请进 谢谢 谢谢 你好 鞋子可以放这边 前面白色的鞋子可以穿 例えばお客様のチェックインの時に ポラロイドカメラで写真を撮り 入口に飾ります その写真はお客様がチェックアウトの時に プレゼントいたします 12月31日の大晩日 台湾ではジューシーといいます 日本では年越しそばを食べる習慣があり そばは細長く長寿を意味する食べ物で 年越しそばを食べることで 新年が健康で幸福な年になる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新しい年を迎え 私たちはビエーの食材で朝ごはんを用意します 11時チェックアウトで次のお客様を迎える準備をします お客様はJRビエー駅から送迎車に乗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お客様はJRビエー駅から送迎車に乗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お客様のお客様は私たちと一緒にお客様がいいます 他のお客様が戦をお客様のお客様が お客様のお客様が計画時に乗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その尺産にお客様のお客様と言われます このお客様にお客様がお客様にお客様が楽しいども 頃とても美味しいです またまたお客様のお客様にごとお客様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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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客様が想いっかけです 這森林裡面的餐桌 果然這個3D的比平面精彩 4D啦 因為還有香味就對了 其實能夠在自然的環境裡面用餐 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我們這個大地餐桌有一個儀式 就是麻煩念華你輕輕的把這個結拉開 上面寫有土地的樸實溫度 有時候我們吃飯真的蠻少想到土地的 但是因為我們在台中新社鄉 所以觀眾朋友知道 今天這兩盤香菇 是我跟我的二廚小王一起採 然後一起炒的 這三這個我比較不認得 藍寶石菇 藍寶石菇 這比較新的一種香菇 這個主持人已經知道 對 杏寶菇 那這個就是香菇 新社的菇 從有了薰衣草森林跟他們合作 到這20年 剛剛才聊它的價格翻了多少 它的價格翻了1.6倍 產量也都增加 所以整體這20年來 新社香菇的產值 整體增加了大概是4倍左右 那就是紮紮實實農民的收入 對 因為早期 新社雖然是生產香菇 可是因為沒有地方品牌 大部分是掛菇利香菇 對 那這幾年 因為整個觀光帶動 那新社的香菇本身就大概 佔全國的產量大概50% 因為這裡的氣候很適合種植香菇 那大家到新社來觀光旅遊 順便把這個地方的特產帶回去 就形成一個觀光拉動的地方產業 這個在台灣現在我們在談地方創設裡面 是一個非常非常經典的案例 我看有籃子耶 理解這個地方的生產 那我們就直接能夠吃到最新鮮的香菇 待會主持人我們可以自己來採 這個食物里程最低 那我先教你 直接把香菇 這個其實很簡單 這樣就一般它就下來了 你選的杏鮑菇要費力一點 也還好 還好 來 我幫你拿籃子 也還好 所以現在家裡後炒 對 炒我是可以的啦 主持人 你在家裡會開火嗎 當然會 要療癒 療癒自己 對 所以香菇OK的 我覺得其實大家都 應該也有飯店觀光的經驗 對 我剛從採香菇到這邊 我覺得旅宿的彈性非常大 沒錯 為什麼我聽過王董你講過 你覺得台灣還來得及 就是說人的觀光消費 不只我們推到經濟生活 不要那麼脫離土地 還來得及 是因為你在日本的旅行 曾經有怎樣的證 日本其實遇到很多地方的問題 就是他們高度往都市集中 然後人口的外移 人口的老化 所以他們少子化等等 都在台灣的面前 車站費占很嚴重 甚至整個村的廢村 那我曾經有一年在京都 在四條的台馬路大碗百貨 後面就接著錦市場 京都人的 這讓大家比較熟悉 對 有一天我從錦市場逛過來 要去大碗百貨吃飯的時候 就看到百貨公司的一樓 在辦特賣會 賣墓碑 跟哪裡講 就會看到一個社會 老化到這種程度的時候 就會有這樣子 我說台灣來得及的情況就是 這幾年台灣很多在年輕人返鄉 第二個部分政府也在導引大家 往鄉村去消費去理解 那真正的城鄉差距其實不是距離 而是大家心裡的觀念 你們來新設這個地方 你們會感覺到 這是一個乾淨 漂亮 舒適的一個地方 在我家附近聽不到山牆 對 昨天晚上有聽到山牆叫 對 台灣很多這種地方 那我也希望觀眾朋友 有空的時候 多來鼓勵這些在地生活 在地努力的業者 那我想請我這個二廚小王 麻煩您現在調味 好 沒問題 首先該有的鹽巴 第二個加一點胡椒 因為鹽巴跟胡椒 能夠把香菇的甜味帶出來 第三個 這是剛剛摘下來的 現在的百里香 其實各位觀眾朋友 都可以在我們自己家的陽台種植 因為這三種香草非常好種 那我們就會變成一個小型的Kitchen Garden 最後再加點白酒 讓它更有風味 今天我看到的大地餐桌 我們有多少食材是剛剛聊的 跟地方創生有關的 我們先從沙拉 這個沙拉是在地的小農 它的綽號叫斑馬 這一位夥伴他所種的 用秀明農法所種的蔬菜就在新社 斑馬原來是我們公司的園藝的夥伴 那因為我們推動秀明自然農法 他在這邊學習了兩年之後 他決定自己創業 我們再把它買回來 就成為這一個蔬菜 這一座沙拉 在這邊我發現 我聽說說你們的夥伴 後面出去創業的 很多 在他們創業的路上的時候 它形成我們更多這種力量的延伸 我還想起多年以前 我們薰草森林的殲食店 那因為那有一段時間 因為地主要收回 所以我們就要結束營業 雖然後來我們又把它買回來 又重新復業了 那在結束營業前一個月 我們有公布這個訊息 很多客人來 他說我們的夥伴就沒辦法 應付那麼多的來客 結果發生了一件我很感動的事情 就是曾經在這邊認職過的很多夥伴 都已經離職了 他們自己排班回來支援公司 這真的很少見 大概來了三十幾個 三十幾個離職的 然後再回來 大家自動排班 對 自動排班 有了上一個禮拜 有了上兩天 有再不行的上一天 他們都願意 這是帶著感情 對 我覺得 重新出發的 在這個裡面 剛剛我們不管是草香菇 還有現在看這個迷迭香菇牌 嗯 更多香草 那迷迭香菇牌已經變成 大家一般 好像是標準配備 標準配備 不過啊 這個 你知道二十年前薰衣草森林 剛剛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王董 要帶香草回來 然後再種植 困難重重 二十年前 剛好台灣第一個 香草協會成立 我印象最深是 一九九七那一年 我跟家人到 紐西南的南島去旅行 那南島 都要養比人多的地方 路都比長的 開了一個小時 遇到一個小村落 發現每一個小村落 都有一間咖啡館 賣著鹹派 然後賣著香草茶 很簡單的料理 咖啡館的女主人 就直接到園子裡面摘了幾個 我不認識的花草就來 就泡茶煮菜 所以你的浪漫模式就被啟動 就被啟動 那個是那時候台灣的郊區 大概都是土吉城 然後唱卡拉OK那種 對 那我們就想說 好 我們就把心目中那個picture 就做出來 後來發現 薰衣草在台灣非常難種 我們試了很久才知道 這海拔多少 這海拔750公尺 不只是不夠冷 不夠冷 那夏天太潮濕 那些地中海型氣候 才適合薰衣草的種植 所以我們就試到最後是台灣的冬天跟春天 中部的這個地方 非常適合薰衣草 可是這也是一路跌跌撞撞 對 旅行中的養分 我們生活中的想像 要落實的時候 還蠻辛苦的 走到第20年 我覺得食物的觀念 在全世界都很不一樣很好 對 就是大家對於盛食這件事情 希望它越來越不要成為地球的負擔 雜炊粥是主廚的 我覺得是我很感謝他 所謂的不浪費 就是在料理的過程裡面 這些邊角料 就拿來再重新把它處理一下 它其實非常美味 它有一點中和 這整道菜 就好像 我們聽一個交響樂的第四樂章的時候 它其實有時候會把第一樂章的那個動機 全部再跑一遍嘛 那第二個事情是 我非常感謝廚師他有這個信念 像阿輝主廚 他經歷過我們一種帶他去旅行 然後了解農法 他很珍惜 希望來吃到他雜炊粥的客人 回去的時候 會很謹慎 會很珍惜 來看待這個食物 王董這20年我們發展出8個品牌 你怎麼樣在這20年不斷的琢磨出來 其實不同的消費 它可以達到的幸福跟滿足感 不一定跟他所花的金錢有關 直接有關 我們是 基本上不是用價位來看一個體驗的深度 而是用不同年齡階層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跟客人提案的這個能力 所以年齡對於想享受的休閒 這個是很關鍵的意思 很關鍵 還有生活態度方面 那我們有一個民宿叫緩慢 它其實針對的大概40多歲 有一點旅遊跟生活的經驗了 工作壓力更大 是一個三明治 上有爸爸媽媽 下面開始有小孩 在公司已經擔任到一定的職位的時候 壓力很大的時候 他們渴望的是一段空白跟自己相處的 一段時光 所以他們停留的時間會更久 然後不會希望安排太多活動 把空間時間都塞滿 所以他這個時間久了 那就會產生不同的價位 所以我們常常講這個叫做 提案的能力 過去幾年 這種史安危機或是怎樣 可能就是老天爺保佑 我們都安然不顧 我們一個都沒種 往回看就覺得 好像還做對一切事 晚上比較睡得著 很好講 對於創辦人從30歲 30歲創業 對 然後在這裡種薰衣草 到現在50歲 也就是說他對於能夠體察 人心的需求應該是更豐盛 是 而不會更侷限 也不會發展到現在 我只能了解後中年的需要 對 這個一定要我們自己要經歷過 年輕的時候都想把時間都塞滿 我出去玩的時候二十幾歲 晚上還要夜遊 然後直接沖 然後甚至直接沖到看日出好了 那個時候我們有無窮的精力 所以我們就希望能夠浪費體力 我們講的旅行的三個階段 從Trip到Travel 最後是一種Joni 王總 薰衣草應該很多不同的品種 這個很美 那香味好像跟我們平常印象的香味 比較沒有那麼濃 對 這個品種叫雨葉薰衣草 就是羽毛的葉子的雨葉 它很適應台灣的氣候 那另外台灣有幾種品種也種得不錯 比如說我們俗稱的那個英國薰衣草 就是真薰衣草 然後像齒葉薰衣草 那葉子比較小 這兩種薰衣草它的香氣就比較細緻 就很適合拿來做使用 泡茶 那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有兩種台灣自己栽培出來的 原藝品種的薰衣草 我們自己的 它就用我們兩位創辦人的名字來命名 一個叫亭妃薰衣草 一個叫葛雷斯薰衣草 Grace 對 剛剛我們聊到這個慢活提案 因為22年你已經有 是20年你已經有22個據點 對 那作為一個運營的主要的舵手 你的慢活的心靈狀態怎麼可能 但如果說你沒有這個心靈經驗 你去設計慢活的提案 那又很做作 對 我的工作很忙 在這個之前我已經三個禮拜都沒有休假了 對 所以每天排滿的事情 可是至少我覺得 至少每天都會有幾個儀式感的事情 讓自己靜下來 就好好一定要吃一頓飯 我要坐下來不要滑手機 然後看點書 再不行 我每天早上可以花十分鐘 手沖一杯咖啡 坐下來 那那個儀式感會讓 好像忙碌的事情 就透過不同的轉述 就回到一個自己最喜歡的狀態 那在2015到2018 我們團隊在檢視這些事情 就發現也犯了一些錯誤 所以我們也透過品牌的重新整理 把一些店收掉 回到公司最舒服跟最適合的一些狀態 種一個薰衣草要讓它很漂亮 要大概兩三個月以上的時間 種樹要十年 對 然後很多事情就發現擠不來 那如果要種下一顆心去磨一個品牌的時候 搞不好就是要花一輩子的時間 所以是這個山林教你的 今天我們在這邊看到我們錄影的時候 它是滿房滿房 就是很高興 恭喜遊客回來 但是就是2020到2021非常非常淒慘 那那麼淒慘喔 那麼撐 為什麼不考慮上櫃 都20年了 好 我們過去在2020之前是真的不考慮上市櫃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們這個公司就基本有很浪漫的色彩 那第二個我們選點就都比較特別 比如說越偏遠越好 那這些都很難形成一個規模跟量化的經濟 那第三個又強調說 我們希望能夠很跟在地啊 社區啊很深度的連結這些 那這些在所有的績效評估都會不容易看得出來 那背後其實都有一個很深的原因就是 我們都要先過得了自己心裡那一關 那疫情的時候歸零的時候 尤其是三級喔 你一個月虧多少 2021年6月的時候 我們一個月淨損就是一千兩百萬 那其中九百萬就是薪資 那房東很好很多都降租甚至免租 那段時間我真的是 那睡得著嗎 心急如焚喔 因為公司的庫存現金可能就六七個月 大概七八千萬 可是如果疫情的三級持續個像歐美這樣一年的時候 我們應該會面臨到很麻煩的問題 我們的夥伴怎麼辦 這兩三百位他們都在偏鄉工作 甚至很多都是在地的孩子 所以經過了這兩年 其實我們非常深重的考慮 要走向上市櫃的規劃的道路 祝福你 希望會成功 祝福你 希望我們還保有初心 我看一下您的資歷在二十年前 當然雖然後來這一段時間您也攻讀了AMBA 但之前是專科機械科畢業的 對 可是服務業對你來講真的是完完全全外行跟陌生 所以你是一個標準的從做中學的創業者跟經營者 從做中學這件事情你克服了哪些心理障礙 同年以來的 同年 我第一個心理障礙就是 我媽媽在菜市場裡面賣香菇肉羹 生意非常好 所以在國小跟國中的每一個假日 我都要到菜市場裡面去幫我媽媽洗碗 對 所以那個叫做我的洗碗人生 所以那時候我就立誓說以後都不要做這個行業 絕對不要洗碗 我絕對不要再洗碗了 一輩子都不要再洗碗 結果不小心又開了這家店 然後跟兩個女生一起合作 那結果第一天上班我就是擔任洗碗的工作 所以千萬千萬不要許願 有時候是事與願違 那我除了洗碗我還擔任外場 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 大概開業大概一個月左右 有一天禮拜六的清晨大概十點一開門的時候 就有一對氣質非常好的年輕的夫妻 來我們園區裡面喝咖啡 結果到下午三點的時候 然後又靠看他們又從門口走進來 我說我就問他說 那你不是早上才來過嗎 他說他覺得這個地方是讓他覺得非常的幸福 這是我第一次從客人嘴中聽到幸福兩個字 然後他就馬上吃完早餐就回到都市 又開一個多小時的車回到台中 然後再把他的爸爸媽媽再載上來 那我覺得這對年輕的夫妻 也對你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啟蒙師 可是我們在這裡也要很感恩 因為您父親的時候這一片的地 爸爸去買這麼小的一個樹苗 可能是校南柳山烏心石 然後重新把它種起來 其實我們有65%左右的園區是沒有開放的 全部是森林 那把樹種回來不一定能夠帶來收入 可是這塊土地曾經的美好就會再回來 那回到20年前 比方創立這一切的時候 那時候零碳牌不是顯學 然後更不要說ESG現在變成所有在經濟運作裡面的主流 甚至應該說它是所有運轉的一個核心原則 對 所以這個減碳這個觀念對你來說 為什麼開始這麼早 然後現在這邊探權 這件事很有意思 對 其實也不是從什麼減碳或是探權來的 只是有一個心念覺得說 好像樹很重要 然後我們好像破壞土地太多 那有機會把樹種回來這樣的概念 那前一陣子我才真的是用心去理解 什麼是CSR ESG 或是SDGS 後來才驚覺說 我們應該是少數擁有那個探權的休閒產業 因為我們種了8000棵多棵的樹 做綠色婚禮 那能不能把一場婚禮的碳排 從14.5公噸降到854公斤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 那這是一路這樣走過來 其實就順著自己的心覺得哪些方向是對的 我們就去做 如果可以就盡量再往前推動一點 所以過去幾年這種死安危機或是怎麼樣 可能就是老天爺保佑 我們都安然如果 我們一個都沒中 一個都沒中 往回看就覺得好像還做對一些事 晚上比較睡得著覺 我又去了普羅旺斯 這次我去看歐蘇丹的公司 我後來才發覺 一個像我們這種園居或是旅宿的品牌 所發展出來的商品 它不應該是紀念品 而是有背後品牌靈魂要談的 好歡迎可以放過你們的食材喔 好 他們的食材呢 就是他們的大家 去年2021的所有服務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再次來到看板人物的小營園 我是Mandy 現場看到的就是在台灣 獨一無二可以看到的 焚燒熏尼草的儀式 每到1月1月到3月呢 在週末的時候呢 就會來進行這個焚燒熏尼草的儀式 中古世紀因為當時黑死病的大流行呢 所以當時的醫院和修道院呢 都會用這個焚燒熏尼草來淨化空氣 久而久之流傳下來 就會有一種祈求健康的儀式 遊客呢會繞著這個火盆 繞一圈唱著奇異恩典的歌 是充滿著這個神聖的祈福的感覺 最後呢會把這個熏尼草的乾燥的熏尼草呢 丟進火盆裡來象徵這個願望來達成 現在看到的呢就是他們會用這個 花盆裡的水沾染一些熏尼草的水 那麼灑在這個小朋友的身上 象徵著淨化和祝福 把過去一年不好的能量都趕走 迎接新的美好的一年 好在剛剛看完非常溫馨的焚燒熏尼草的儀式呢 我們現在邀請到的是在熏尼草森林 已經待了16年的胡玉輝主廚 因為過去熏尼草森林非常有名的 就是旅行執行架 我們很好奇在待了16年的阿輝師啊 你平常是怎麼用你的旅行架呢 其實我很習慣一個人去旅行 那我去的地方大概都是山上 不然就是海邊 那當然在幾年前有一個機會 帶一些比較資深的夥伴 然後去日本北海道 所以難得的機會去到了北海道 你看到了什麼呢 其實那時候我們董事長帶我們去北海道的一個神林的美術館 對 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 那因為它和我們園區有非常相關的一個 意義性的存在 然後我就習慣把它連結到餐飲上面 餐飲上 所以給你的什麼樣的靈感 開發出了什麼樣的餐點 對 星空蔬食田 星空蔬食田 對 因為在森林有一個 我們自己夥伴有自己有栽種一個蔬食田 我在使用黑色的盤子去做成類似像畫盤的概念 然後在畫盤上面去做畫 在星空下的微光 看得到星空蔬食田的概念 那種想法 那種意象 這一盤菜的故事大概是什麼 我記得也是在幾年前我們森林有舉辦一個叫做無牆藝術展 就慢慢慢慢去連結到就是希望到我們有增加一些美感的概念 在我們餐點上面 好 非常感謝阿輝師的分享 因為有一句話說 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那看來薰衣草森林的這個旅行假呢 也帶給了員工滿滿的靈感 那我們先把現場交給主持人方念華 觀眾朋友 其實很多人來過薰衣草森 他走到了超過了第20年 他已經不只是一個旅宿 一個集團 一個品牌 我覺得從一個旅宿到發展成有各種旅宿的小物 我覺得其實沒有那麼理所當然 最早我們是在園區裡面做紀念品店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下班後晚上還上網聯絡 像法國的製造商 然後就幫他買進來 在我們的園區販售 是進口的 進口 那甚至有一個品牌我們賣得不錯 他說全台灣你們賣最好 那你要不要當總代理 是喔 後來因為這樣的一個訊息 其實給我們很大的啟發 我心裡在想說 我再賣都是別人的 有沒有有一天賣自己的商品 那所謂的紀念品就回去 可能我們就不會再用了 然後隔了幾年我又去了普羅旺斯 這次我去看歐蘇丹的公司 直接到他們公司去參訪的時候 我後來才發覺 一個像我們這種園區或是旅宿的品牌 所發展出來的商品 它不應該是紀念品 而是有背後品牌靈魂要談的 那主持人你試試看 我們想做一個就是說 台灣特有森林的味道 台灣的森林它豐富它很多元 它比較潮濕 這裡面有檜木有山林的味道 有檜木有檜木 對 有我們一點點薰衣草的香氣 就像今天我們就走在這片森林 跟花園裡面的那些氣味 所以我想講的就是 我如何把台灣特有的風土 特有的味道做出來 那經營了跨度超過20年 你覺得在旅行或旅宿裡面 最常有的那個感動是什麼 有時候是轉換環境之後 那個無憂無慮的狀態 有一種是被接待之後 被照顧之後的那種感謝跟感激 有一種是遇見不起而遇的那種美好 跟那種驚喜 我覺得那個都可以支持我們 再回到城市裡面工作的時候 然後很長的一段時間 這個我通通加一 通通加一 你覺得到幾年以後 若以20年 我不敢硬給你要一個分水嶺 你才敢發展這個生產線 我覺得大概10年 是一個前10年可能就是有印象 願意去拍照 然後留個紀念的順遊的地方 10年後因為我們經營美學 深耕美學森林種花種樹這件事情 然後愛護這塊土地等等這個部分 讓這個品牌開始有的靈魂跟內涵 最後我很好奇 你覺得這20年裡面 你看出哪一些可以真正屬於這個品牌 永續的下一個20年 未來無數個20年的一個續航力 有哪些潛力 這個題目其實我覺得很難回答 我就試著回到2001年的11月9號 我們開幕那一天 兩個創辦人在想什麼 其實他們抱持著是一定會倒電的心情 來開這個 我就問創辦人說如果倒電了怎麼辦 他說那就回都市再找工作吧 至少我在30歲那一年 他們努力過 那經過了20年 我們事業的起起伏伏 所以其實發展很好 這幾年其實並不是非常的順遂 那我就覺得我們還有那個夢想嗎 還有沒有那個勇氣 其實台灣很漂亮 我們都希望有一天 台灣變成是一個生活者的大國 生活者的天堂 然後善待環境 如何回應地方跟人的需求 以及思考長期跟永續 我覺得這三件事情是未來20年 我們一定要去想的這個事情 謝謝 謝謝主持人 謝謝 謝謝大家 還好 謝謝